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再去讲一讲 今天我怎样看股票和楼市的看法 其实分开股票市场 我觉得可以分开短线和中长线 短线香港股票市场 我觉得是要先找到底 因为很有趣 通常一个新的牛市一定是要将很多人篩走 这个篩走一定是要将很多股票的投资者 令到他心灰意冷 不可能会给到这么多人和他一起去享受一个新的牛市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么多次都是 这次我想逆冠不会例外 其实股神不菲突已经告诉你 他们都会将那些航空股 金融股或者投资银行股都清晒 持有现金 其实他们在等待 等待机会 我觉得香港也会是一样 因为很多股票的业绩一定不会好 就是航空股或者是银行股 因为减利息是会令到他不好 这个是会出现的 我觉得要等到那些人心灰意冷 但是如果真的等钱洗的时候 将它清掉仓的时候 那个牛市才会慢慢开始 可能这个收集期 可能需要一年半载 起码 然后很有趣 在香港里面 那个恒生指数 是会改制到 之前也说过 就是会加入一些W股 同股不同权 和容许第二上市 都可以进入到 恒生指数成分股里面 不过呢 那个上限 现在就走了5% 有25% 都是金融类 即是银行 或者保险类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成交 都是一些新经济股 好像阿里巴巴 小米 腾讯 未来只会越来越多 中国概念 在美国的新经济股 就回到香港上市 包括京东 包括腾讯音乐 包括Spotify 一堆 是陆陆续续 是会回香港 因为呢 美国会越来越收紧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 中国那些新的经济 如果走出去 我想应该是会想香港 多个会想美国 或者是其他地方 那就是说 香港的新经济股 只会越来越多 那未来那几十年呢 增长呢 一定是新经济股 那就是说呢 破顶呢 都是靠这些新经济股去破 那你说三万多点 我觉得中长线就一定会破 那破呢 很简单 那些新经济股的增长 是很难估计到的PE 只要市是旺的时候 那PE高的时候呢 你说四万点五万点 我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你说是不是今天呢 我觉得就不是 因为一定要将两个紧估 一个呢 就是将那个W股 那个比重 是放上去 第二呢 就是将那个金融股 那个比重呢 就按下来 才可以真实反映到 整个香港股市的真实的情况 那香港股市其实 现在已经不是 反映香港的市况 现在它是 应该是叫做 国家队的B队 那国家的A股呢 那个股值是超级高 相对香港的中概来说 因为香港的 机构投资者参与多 比较成熟呢 它的PE呢 就相对来说 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那个 要那个市场的市宽 那个marketcap 或者market width 是足够的时候呢 才容许那么多 中国概念的股票 容纳在那里 那我觉得 始终都会容纳得到的 那就是说 中长线 我是看好香港的股票破定 但是短线呢 我觉得要西走那些 不会让它们跟 那这个就是股票的看法 那楼市呢 其实我说了很多次 每次QE之后 无限QE之后 都会上升 现在有很多人说 国安法 是会影响股票市场 和楼市 我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好像澳门那样 反过来 现在那些美国的赌场 譬如金沙也好 永里也好 我认识那边的朋友 为什么要找那么多香港人 有名的人 摆在一些很重要的位置呢 其实它是想利用那些人物的关系 帮它去续牌 澳门已经是有国安法 或者是类似23条的东西 其实那些外国的公司 都是很想它进去 其实你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企业也好 政府也好 国家也好 其实都是为利益的 那里有利益的时候 就会追上去 它不理你究竟是油长制度 不会理你是油黄的王子制度 不会理你是什么制度 武士制度 什么制度都好 有钱赚的它就会去 哪怕你是北韩 哪怕你是古巴 它们很简单 为利是图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拜拜